那我們今天開宗民意就要讓各位成為動畫設計師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下現在的軟體的應用趨勢 就叫範本範本範本 這樣了解吧 你們這簡報有沒有過範本 有 你的簡報泡問不曾經過範本的都是自己做的舉手 很少吧 還是你會開一個空白的就直接白色的就打字 老師應該馬上推薦吧 哈哈哈 老師可以接受這樣吧 你如果用那樣就乾脆用交握的就好了 就不用給太多東西 那這個範本現在是真的非常多 包括我們office裡面握的powerpoint都有範本 請問還有哪些地方你曾經用過範本? 有啊各位你們在填很多學校的資料的時候有沒有那個範本 就是字式的表格啊 表格是不是也是範本一種 就幫你把欄位都規劃好你知道負責什麼 是不是打填你的要的資料進去就好了 還是你每次拿到的資料空白紙然後自己要畫表格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範本其實在我們生活裡面有很多 但是呢現在要讓你很快的 明明你都沒有念四年 就要馬上變成動畫設計師 這樣人家會失業耶 所以就要準備好很多範本 那範本不建議各位用中文找 因為你應該知道用中文找的話 可以找到的是少很多 要會英文 所以有兩個 老師有寫過一篇部落的文章 就是說你現在要設計 你一定要知道這兩個關鍵字 為什麼要知道這兩個關鍵字 現在設計有兩種 一種比如說同學讀設計學院 設計相關科系 他要的是什麼 原創 對不對 我要原創因為我自己創作嘛 所以你要那些工具 你要從頭學要學得很好 可是現在你非本科系的 我要什麼 我要應用 對不對 我要的是應用 我不在乎它是不是原創 就好像說你在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別人的資料一樣 那如果我可以直接拿來用 是不是就快很多 站在去的人先馬上 所以這個關鍵字呢 你可以去搜尋看看 不管你是PowerPoint的 還是Office還是其他的 網頁請問有沒有辦法 有 請問你手機上有沒有辦法 電腦上 我們一般把手機 或電腦上稱作部級主題 你不覺得嗎 按一下馬上整個全部都變了嗎 也是類同的概念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所以呢 你去這樣一找 你就發現很多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找 PowerPoint的版本 你就用這個關鍵字 搭配什麼 我就要找PowerPoint 你就空一格加上這個 這樣就好 那通常因為它是負數 所以有加S 這樣子 有沒有就找到一堆 對不對 就找到一堆 那你就找Free的 就先用免費的就好了 等到你工程名就在用 付費的 隨便啦 但是一個原則啦 不要盜用 我們就是尊重著作權 你說免費的我就用 我才願意用 我不要說我去拿別人那個 很漂亮可是要付費的 可是我不付錢給你 這樣不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先進去看看 比如說我想看看這個 因為說真的這些東西你要自己做 有時候有點困難嘛 可是我拿別人的有沒有比較簡單 但是就是 我們不是道義有道 我們連道都不要 你看有沒有這邊 它就可以下載 還有寬螢幕版跟標準版 所以你找到什麼 找到這樣子 可以用的我就可以拿來用 那麼現在呢 以前我是都找這個關鍵字 就是Templates 可是放我來發現最近這幾年 另外一個叫Must Up 也可以找到很多 這個比較像我們一般就是 我們講的雏形 雏形的那個 中翻譯有的把它翻到圓形 或雏形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 一樣的 一樣的關鍵字 搭配上你要找的 這樣 點下去 這個是要付費的 你就略過吧 你如果 如果你這樣子 不想找到付費 你應該知道找什麼 你可以再加其他關鍵字嘛 對不對 比如說從這邊 Must Up 有沒有 這裡 看看這裡面 有沒有什麼 設計得不錯的 那你就可以從這裡 去把它再抓牆 不過說真的啊 大部分都是我萬有比較多啊 所以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你自己應該知道要翻譯嘛 可是翻了之後 常常也是看不懂 所以還不如你認真一點 慢慢的稍微看一下 好看一下 這樣 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我們需要的就是說 你先去認識一下 原來有一些關鍵字 可以幫助你 去找到這些所有的範本 不管你是不是要做動畫都一樣 反正現在範本在生活裡面 用的真的非常多 好